美媒 我们在抱怨 中国在前进 美国InsideDevs网站5月9日文章 原题我去了中国 开了十几辆电动汽车 西方汽车制造商一败涂地 一些西方批评者坚称 中国在制造业能力 尤其是研发和销售电动汽车方面的进步 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别国 批评者称 如果中国是真正开放的市场 中国消费者就会继续大量购买西方汽车 西方汽车的销量也不会急剧下降 然而 如果认为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成功 是政府强迫国民购买国内产品的结果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种想法就像酸葡萄心理 我在中国待了一周 参加了汽车行业的盛会北京车展 作为吉利集团的客人 我和其他几位国际记者 试驾了十几辆汽车 并进行了许多重要交谈 实际情况远比我们与他们复杂微妙的多 有人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过度投资 拼命寻找倾销劣质产品的空间 这种说法显示是错误的 事实上西方车企一败涂地 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 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 我意识到一切是多么不同 到达区和任何国际大都市机场一样繁忙 但没有在美国甚至欧洲通常会听到的 那种汽车引擎声和排气声 大部分汽车都是绿色环保的新能源汽车 品牌五花八门 有比亚迪 吉利 甚至还有西方品牌 整个国家都沉浸于 电动汽车热真是太壮观了 我们开车从上海到杭州的吉利全球总部 乘坐的是一辆极客009多用途汽车 吉利总部展示的最新车型中 不论价位高低都令人难以置信 都是高科技 性能卓越的车子 是我在欧美制造商那里未体验过的 等到了北京车展现场 我发现自己见识太少 展会人头攒动 还视频的网红中国媒体 国际媒体 与美国国内车展媒体预览日 那种空荡荡的鬼城景象截然不同 后来我才知道 这次车展有100多款新车型和概念车亮相 这与去年9月的底特律车展大相径庭 底特律车展只有一款全新车型 另外两款是以上市汽车的改款 没有一款是电动汽车 而在中国北京 展厅里停满来自各家本土车企的 全新电动车型 他们都想证明自己的实力都很努力 任何一款价格适中的 中国电动汽车的基本信息 娱乐系统 都比欧美一些六位数价格的汽车 更胜一筹 这是有原因的 中国的电动汽车现在已经非常好了 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也很完善 中国有很多电动汽车品牌 其中一些是与本土科技公司之间合作的产物 不管哪种类型都是联网的 充满高端处理器和先进技术 以吸引挑剔的中国买家 从亲眼看到的情况 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自主品牌会有这么多人追捧 比如理想汽车展台前一直排着长队 不过西方品牌没享受到这种热度 我碰到的第一个展台是别克汽车的 可人都去哪了呢 那是北京车展第一天上午 时时还不到 该展台只有寥寥无几的观众 中国驾驶网络节目的威尔桑告诉我 中国人并不真正关心概念车 他们要的是能买到并马上开走的东西 他解释了西方车企 为什么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 部分原因是西方品牌无法快速实现电动化 提供的软件和产品也不行 我感到尴尬 身在中国却试图同行西方品牌 还以为他们被挤出中国市场是政治原因 而并非自己的过错 实际上我感觉又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 彼时美国制造商觉得 可以向公众出售任何不太成熟的车型 而公众只需接受 现在我看到这一幕在中国重演 西方制造商 尤其是美国制造商 似乎根本没有努力 西方车企没有试图了解 并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 只想卖掉自己想造的车 相比之下 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 在更努力的了解消费者的想法 中国消费者希望拥有大屏幕的联网汽车 于是本土制造商想出办法 而且做得很好 我们只会一个劲的抱怨 而中国一直在进步 当西方汽车制造商科技公司和监管机构 对中企进行打压时 那种这只是在保护我们的市场的说法 显得很空洞 相反 这给人感觉就像在华正取宠 同时默认了无意努力做得更好 这不是在竞争 而是想把竞争完全拒之门外 所谓对网络安全的担忧 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与中企目前推出的产品相比 我们的产品糟透了 做光不行 联网也很差 西方汽车制造商很少与科技公司深入合作 以服务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用户 在建立电池供应链方面 也没像中企那样抢占先机 他们似乎也不想通过产品线的不断更新和灵活性 来迎合中国市场或任何市场 中国不公平的补贴的说法 与西方制造商误判中国市场 未能生产出中国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 究竟有多大关系 为什么西方车企如此傲慢 即使美欧如愿以偿 打压了中国进口产品 最终也不会带来性能更好的汽车 这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 在内心深处 西方车企高管和一些对华鹰派专家都明白 中国的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 比欧洲和美国品牌更有吸引力 我亲眼看到了 我们一败涂地